剛在雙十節舉辦完 浪漫婚禮的KID 十二日和吳宗憲昆達 一起出席 金鐘入圍分享會 說到婚禮當天 憲哥在台上把其宣布 包出百萬紅包 KID也證實了 這是真的 婚禮是真的滿辛苦的 就是奉勸大家 這一輩子結一次婚就好了 然後大家 最關注的憲哥的紅包 到底有沒有到 跟大家報告 來來來 一定是不會讓你吃 真的收到了 哇塞 紮紮實實不多不少 收到了 他本來說要不要報現金 但是因為我這輩子 沒看過那麼多現金 所以說我會害怕 但是憲哥就用了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支票 然後隔天十二點退房 一到一點我就馬上去嘎表 急的咧 很怕 來Google研究一下說 這個要怎麼換 沒有說 只要上面沒有畫的 有寫什麼日期 那一切都OK 然後現在那個 昨天直接去銀行 貴員跟我說 這張沒問題 我拿那張紙真的 壓力超大的 我就覺得每個人都要跟我搶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我身上有一張紙 我只不敢 不是 王子 是我們根本 接不了對那個歌詞 因為是臨時的 而且我主要當天 我聲音還沒有回來 已經太累了 結果就身體受了攻 我第一次聲音啞掉 然後聲音沒有好 我就拉打打 跟那個新郎官 我們就一起上來 因為我覺得我們三個就是 笨小孩 我們傻傻的 我們不知道想什麼 我們只要勇敢努力 往前衝就好了 對不對 跌倒再站起來 一步一步來 那另外一種 慢慢的做起來 慢慢做起來 一步一步來 不怕跌倒 就怕在原地等待 對 我們繼續加油